Hello 大家好 其實這一期想錄的是一期電台 但是又覺得這一些話想要面對面的和大家說 會比較顯得有誠意一點 所以就把畫面也一起拍了一下 前一陣子的話我有發了一條動態 然後那條動態還蠻喪的 但是那條動態下面的評論 就讓我有學到了很多東西 又讓我想了很多事情 包括也有很多小夥伴 就是會直接給我發了私信 那所以這一期的節目呢就叫做 那些你教會我的事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跟我說什麼 謝謝你的陪伴啊 或者說從什麼時候開始就聽了我的電台 就是會跟我強調一個時間很長這樣一個概念 但其實我覺得對於UP主來說 真的就如果說沒有大家的陪伴的話 也是很難一個人就是單獨一直堅持做這麼長時間的 所以就這種東西真的是一個相互的 所以我覺得在大家的身上有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這一期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子的心路歷程 所以得 為什麼我這麼多餓呢 就先得從我的動態說起 好 我現在一定是一定加重了 我以前這個距離還是能看清 大家的ID的我現在已經看不清了 都能歪來 她說 現在加油感覺好像我和你的軌跡有點類似 也滿是租房和裝修的喧囂 通勤和追夢的自己 我是從南京將臨上海 但是最終回到了蘇州追夢 還有你可以繼續陪伴你可愛的粉絲們 堅持自己就好啦 累了歇一下就好了 江泥我也待過 我的軌跡可能就是南京北京 然後現在在上海 然後泡 泡鋼豆 這個叫鋼豆還是姜豆啊 泡 姜豆下司飯 我一直以為現在過得挺開心快樂呢 沒想到在生活面前是如此的不堪 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 作為一個UP主 是不能在大家面前 就一直吐槽或者說表現得很不快樂 畢竟大家來看你就是希望得到快樂得到安慰的 沒有人會想要在你身上看到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然後她說 我也一樣離家兩千多公里為了賺錢 可是這麼幾年了 存款沒有 喜歡的東西一樣都買不起 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睡覺 沒有朋友沒有社交 圈子小的可憐 有的時候躺在床上思考 我這樣到底為了什麼 過得好一點 為了過得好一點吧 可是我過的一點都不好 很孤獨很無助 為了過得開心點嗎 可是我每天都做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不知道多久沒有開心的效果了 也是二十四五的人了 壓力感覺越來越大了 活得越來越累了 太難了 哦 N年前 這是一個暴露年齡的事情 N年前其實網絡上有一篇 蠻火的文章叫做 那一年我二十七八歲 那個時候我覺得二十七八歲 離我好遙遠啊 我就覺得 啊那那都是一些 哎呀已經那麼老了的人 在感慨的事情 我還那麼年輕呢 然後轉眼 我現在已經二十七八歲了 發現當時那個文章上講了很多東西 就已經是我現在的真實寫照 怎麼說呢 我覺得 除了 除了就本身製成家族企業 製成家庭企業的那種人 一般大家在外打工的話 都大差不差 都差不多吧 就 都是在為了 就是賺錢而工作啊 然後 如果在 異地的話 租房啊什麼的 就 感覺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我 劍空說 吵的話可以不錄洪水嗎 對我就是 嗯 聽取了你的這句話 所以我來錄一個電台 所以以前開個直播 跟我們聊聊天也挺好的 說實話呢 我關注了一個 SMR的UP主 但是每晚要睡覺打開的 都不是新媽的視頻 嗯 但我喜歡新媽 本來也不是因為我好睡 我就是單純的喜歡本人而已 好啦 謝謝你透過作品 喜歡上了我本人 跟我們說說自己的壓力 天天我們的煩惱 雖然提供不了什麼 實質性的幫助 至少也能互相分擔一下 生活裡的負能量嗎 還真有點希望 那新媽可以在睡前開直播跟我們聊 的話 就單純開心情的睡前夜話 新媽隨緣播 我們隨緣看 沒有跳跳 管管的開播時間 時常和話題限制 然後我有評論她說 你快告訴我 你都看誰的視頻睡覺 然後她回覆我說 哈哈哈哈 我是不會告訴你的 其實大家說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還蠻欣慰的 就是有的時候 比如說一個女孩子 突然之間哭啊 或者說 在那抱怨什麼的 其實你也沒有必要 或者說 其實也不是需要你在那邊 對她分析怎樣怎樣 當然分析更好啦 就是你假如跟她說一句 啊沒關係 我有在聽 你 你就繼續抱怨就好了 你就繼續吐槽就好了 反正我在這裡 就 其實這樣子 就真的 非常足夠了 阿黎不忘初心 她說 心愛我不希望你為此難過 我覺得你是個很棒的up主 這不單是為了安慰你的好話 是我確確實實的看法 我是個常年透明的小粉絲 當初關注你呢 是別人推薦過來的 當時在一個ASMR群裡 我問其他人有沒有什麼 好的up主推薦 有好幾個都推薦的是你 最近你好像在轉型 啊被發現了 一些投稿呢 我作為一個鋼鐵直男 確實沒有欲望點進去 而我最近睡眠質量還挺好的 哈哈哈 發的ASMR也只看到亨哥那個投稿 說回來呢 up主這件事不要一刀切否定自己 也不要因為大家確實是想安慰你的願望 而認為大家的讚美是虛偽的 其實從現實的角度來說呢 很少有人能做一件事情做到頂尖 雖然目前B站四五萬分up很多 而頭部up的數據真的很漂亮 但你的視頻數據不好 不等於你不是個優秀的up主 不等於你的視頻質量差 也不等於你是個失敗的人 你可能沒有做到最好 但你並不失敗 我很喜歡英雄聯盟裡 青鋼引的一句台詞 這個世界既不黑也不白 而是一道精緻的灰 用一種非子機比的眼光看事情 常常是不符合現實的 就像一個普通人的房間 他不可能所有事物都亂糟糟的 也不會所有的物品都整整齊齊 把目標設的過高 你就會無休無止的貶低自己 因為無論怎麼做 你都無法實現不切實際的預期目標 我以SMR舉例 真正的SMR受眾是比較窄的 需要是異性 類型相似的投稿數量大 老觀眾又容易審美疲勞 這些都會影響視頻的數據 還有抵造設備質量環境因素 以我舉例 當初失眠的日子裡 SMR對我來說就是救星 後來產生了抗體 也就幾乎不失眠了 變得更喜歡劇情像陰森作品了 聽個溫暖的小故事 然後卸下力氣沉沉睡去 為明天努力生活做好準備 這樣的我很可能 就不去看你的投稿了 粉絲裡有一些僵尸粉 也肯定有很多 像我這樣的半僵尸 但這不代表我們不喜歡你了 或者覺得你做的視頻很差勁 所以說世界還挺複雜的 沒有單一表面的因果 不用你說你最近偷懶 但其實 首先確實有干擾因素 幾次大家偷個懶 摸個魚不是很正常嗎 你不是在過去的日子裡 已經產出了許多視頻嗎 偶爾帶多一點 也沒有什麼不好 不如說女孩子賴在床上 嘟吶 今天也想摸魚 這樣的情景還挺可愛的 這段話是我想要錄這個視頻的起源 因為他裡面講到的一句話 可能有一點抑郁點醒我的感覺 就是他說的這個世界 既不會也不白 而是一道精緻的灰 就我是一個特別容易 就是覺得要不就是好 要不就是不好 要不就是成功 要不就是失敗 所以就很容易把自己 擱置在另一個極端裡面 嗯 所以也謝謝你說了這一段話 就對就是謝謝你讓我學會的事情 STONN小學 生活不如意對大多數人來講 都是常態 啊為什麼的呢 顯得很無理 我想在這裡誇一誇心 啊謝謝你們誇我 誇我誇我 雖然現在不散火 我真的是很小透明 我這個粉絲量在 B站來說 但對於通新聞來講 就是寶藏女孩 入坑SMR三年了 聽過很多 但還是最喜歡你的 因為我發現我想要的不只是爽 更是安慰和陪伴 現在在耳邊的問候安慰 都是莫大的慰解 毫不誇張的講 你溫暖了很多人 已經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了痕跡 祖國越來越強大 你要那麼努力 生活會好起來的 加油加油 Oligay 好多人其實給我評論 Oligay 這句話還挺魔性的 威虎說 原來大家都有這樣的負能量 突然感覺我不孤單了 只是看到這句話 我也覺得 啊原來我也不孤單了 總是這樣子的感覺 雲龍才爵 宣武說 第一份打工是高三畢業到上大學之間的暑假 哇我上學的時候我沒有打過工欸 大夏天送外賣很辛苦但是也很開心 然後就把錢課光了 天啊你能不能矜持一點 現在學習了 工作不累但是不喜歡 不累但是不喜歡 是很幸運的事情了好嗎 可是也過了那個張狂的年紀 可能只是我閒的吧 爸說了要去公司了 加油 爸爸六七七說 阿婆把那些消息埋了起來呀 讓我們看到的都是陽光的歡樂的 這次嘛我做不到這一點 我總是在抱怨 總是在糾結著過去 我變得陰沉變得肚舌 變得對周遭的事情毫無興趣 變得不被別人喜歡 我越來越不認識自己 我還是想做一個善良的人 一個積極的人 我還有機會 其實你留下這些評論的時候 你就已經成為了一個善良的人 一個積極的人了 沐洋洋洋說 剛剛夢到心愛了 想找上一個視頻去底下發出來 沒想到你就發動態了 還是一小時前 那裡看到心愛和兩個女伴 穿著小裙子走過去 這是一片半拆遷半有人住的平房區 然後我看到三個男的在後面走著 邊一路不懷好意的拿電筒 往破房子裡照 還有人警惕著周圍 心愛和女伴有說有笑的 聲音很大 不知道你們是來玩還是住在這裡 怕這麼招眼會被那幾個人盯上 於是呢就上前提醒你們 看我上前 女伴 女伴微微皺了眉 可能覺得我是來搭訕的 畢竟這麼可愛的女 畢竟這麼可愛的妹子 然後心而沒所謂的拉著我 甩開後面的壞人 溜了溜了 還大大咧咧的和我說了好多 還說自己學過配音 講了句老子什麼什麼的 讓我重複說來學一下 然後說到要幹什麼來著 講了句我們生猴子 我噗哧一下說會不會太快了 然後我就醒了 估計一會兒就忘了 就寫下來吧 可能這樣和心兒有說有笑的 就是成夢了吧 一會兒接著睡看能不能續上 天哪這夢真的太可愛了 這夢可愛到我一定要把它唸出來 PALSMAN說 心媽加油 其實不用擔心負能量會影響我們 一直以來我們沉蒙你的照顧 在你的鼓勵下我們找到了一個避風港 現在如果心媽有需要 我們很樂意與你一起分擔 真的很謝謝大家 顯得楊智說 可能我們都是渺小的塵埃 但我們都是獨一無二的 共同的特性是我們相遇 加油心媽 明天可能不是元氣滿滿的一天 但一定是充滿希望的一天 不知道我這個老桑貨說的話 有沒有讓心滿好一點 當然有當然有 而且我現在已經 恢復到元氣滿滿的時候啦 所以趁著自己 比較有動力有力量的時候來做這個視頻 希望可以把這些動力也好 或者說把一些這些能量能夠再傳遞給大家 誰說這個世界上沒有永動機的 比如說你把愛傳遞給我我傳遞給他 他傳遞給你你傳遞給我我再傳遞給他 就是這個世界 愛就是一種永動機啊 就是能夠互相傳遞 行程必換永遠都不停止 就算了 藝術 愛的 愛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